不過這個黃仁勳的熱潮 非常越來越狂 狂得不得了 而且一狂之下 他的身價 他再也不是三兆男 前幾天我們還在講 他是一兆男 就變三兆男 現在變十兆男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美國的財新雜誌說 因為他的出生階段 市值已經到了2.7兆美元 預估6年之後 公司的市值會再標270% 大概就是10兆美元 他本身有3.7的 輝達的股權 所以到時候 他的身價會標迫 新台幣大概11兆 所以他的身分 可能每隔一段時間 外號就要改一下 現在昨天有個最新的外號 叫做三兆兄 因為有一個女粉絲 超狂的遇到他 他穿了一個非常火辣的 這一些白色的馬甲 他直接跟黃仁勳講說 請你牽在我的馬甲上面 黃仁勳 很多人在討論 黃仁勳怎麼這個膽子 也滿大的 一般要碰到人家的這個馬甲 不觸動到他的這個敏感地方 其實是滿難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這個左手 非常小心翼的 去拉對方的這個馬甲 要把他拉平 不然這個名字沒辦法牽上去 然後右手就牽了 最妙的最搶細的是 這個戴帽子的男生 他一臉就是 怎麼不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男生還伸出了一隻手 隔在兩個人的中間 黃仁勳當下還問他 Are you sure 你確定嗎 要牽在這個地方嗎 但黃仁勳膽勢也夠大 他就真的牽上去了 這個女生就覺得很棒很棒 他覺得他這個人生 好運要噴發了 但是網友都在熱議一件事情 女生這樣的要求 算不算黃仁勳被騷擾 但因為現在黃仁勳 是台灣之光 台灣之寶 所以大家對他為難他什麼的 或者讓他尷尬的 大家都會先保護他 可是女孩子可能覺得 我這麼漂亮 對方也答應 所以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也燒到了 這裡是一樣燒到帶出去 Computex現在台灣的黑科技 我們有講到乖乖 有人利用這個乖乖 做台積電乖乖等等的 甚至有人研發出來 這個乖乖的背包 乖乖的福 能量預手 這不管貼在牆壁上 貼在你的辦公桌 這些都不夠的話沒關係 還有滑鼠店 所以你到處什麼都可以 乖乖了 一輩子都乖乖了 甚至他有設計衣服 那個扣子一打開 裡面也有乖乖的能量服 就等於說你一輩子 都乖得不得了 有這麼缺嗎 就變成說台灣最新的神秘力量 而且叫做護國神乖 請教余峰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 Jason Huang 黃仁勳的身價 真的是很離奇 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什麼時候要分財股票 就是6月7號 所以在6月7號之前 他的這個身價還會繼續 很有可能還會繼續往上 你想想看 你知道什麼叫罩嗎 1萬個億 我們有一個1億 有1億都很難了 你要達到罩是要1萬個億 然後還有3兆 然後接下來又要噴到10兆 其實這個就是有錢的 為什麼會比我們更有錢 因為他股價漲的話 他的翻倍 他的身價 都是在翻的 然後我們壽星間級 我們能夠加個3% 加個5%都覺得很高興了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這個貧富 會有不一樣的差距 跟何況沒有加 對 如果沒有加 那就更心酸了 這個女粉絲 這個要給他簽名 我覺得Johnson Huang 膽視過人 1號簽 You sure 一般大老闆會啃嗎 我覺得一般來講的話 大老闆是不會啃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大家有一個禁忌 而且他的手還去拉他 另外一邊的馬甲 要把馬甲拉平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大家都在拍 他不能退縮 如果沒有在拍的話 我覺得 我不太相信 他告訴大家我沒在怕 對 可能就是 可能在當下 可是現在來講 有很多的外國的公司 有在討論 外國的一些網友 外國的網友在討論 就是說你怎麼會簽在 TOP的地方 因為你6月7號你要分拆 難道你的股價 會在6月7號就是TOP嗎 我看外國人也很心增 有這樣的聯想 我看 因為大家 這時候為什麼要衝進去 我就是賭他分拆錢 會漲到最高點 你衝進去 如果那個地方分拆錢 很快的6月7號就知道答案 對 這個我們下禮拜 就可以來討論這個 然後乖乖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能不相信 尤其是我們電視台 以前在數位化的時候 你沒放乖乖 所有的設備都會放乖乖 對 一定要 你不放乖乖 你知道嗎 在剪袋子的時候 那個資料再掉不出來 其實很多單位都有 醫護人員也會放乖乖 對 我覺得我就見過 那個就是掉不出來 然後後來叫攝影的大哥 叫攝影的長官來 你以為他去拔線嗎 沒有 他拿一包乖乖放上去 再按一次就有了 所以我覺得 什麼叫做只靠取名 就可以大富大貴 在台灣就有一個神奇的企業 東方神秘力量就是乖乖 因為他取名 取對名之後 而且我跟你講 他本來還覺得懷疑說賣不好 就當天很多都已經賣光了 你想想看 Compute Case都是工程師 工程師最需要的 一定要乖乖 這個一定要買的 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更關心 這個乖乖錢賺得更多 可是現在很多人 就在問一件事情 我們的台灣的單價 這最近已經降到 這兩年來的最低 低到不得了 甚至有傳出有拋售潮 三斤只要100塊 因為沒有人要買 他說那我最便宜 三斤100塊 看你要不要買 要再拼命去搶 甚至去年我們之前 討論過最高的時候 這個一斤是到52塊 所以當時很多這些早餐店說 不好意思 太貴了 所以加一顆蛋 雖然我是一斤多了幾塊錢 但是我一顆蛋 我就要加蛋就要超過15塊 甚至20塊錢 大家還記得嗎 可是現在很多人瘋狂討論 譬如我們先看一下 台南產地的蛋類的批發價 這樣扑扑扑 下來已經下到這個程度 已經跌了這麼多 我們之前看到很多人說 加蛋一律20塊錢 外送平台到現在都還是 加蛋20塊錢 然後也有人發現說 蚵仔煎已經到80塊錢 到底是為什麼還是這麼貴 很多人都在問說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 跟我們實際的蛋價的趨勢一樣 跟著也調降 請教楊明 當然這個叫產地的批發價 所以比如說他第一個 他到了中盤商 中盤商再到市場下游 這個都會一層一層 還要再增加一些成本 所以這個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這個產地價一直創新低 為什麼我們這個單價都沒有辦法 我們到市面上買還是一盒 可能還是要60塊 可是我們是一斤 比如說一斤貴個5塊錢 結果他一顆也給你貴20塊 但大家你要知道 物價往上容易 往下很困難 你要往下 你問老闆說 現在當然不是這樣了嗎 他跟你說我房租增加 我水電漲價 現在又夏季電價 不然我冷氣關掉 對不對 老闆可以跟你講 早餐店老闆有這麼兇 最近有一個很紅 國際不可以去開早餐店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一個看板 老闆告訴你說客人的數學 跟老闆的數學不一樣 客人的數學就是 這個東西外面多少錢 為什麼你賣這樣 老闆的數學是說 我不只要賣這個 我還有員工的薪水 還有電租 水電 成本一大堆 所以這個我覺得現在 我只能用這個想法就是說 現在也許家庭主婦 直接去市場買那種 比如說零售的蛋 可以買到比較便宜 這個對家庭主婦來講 是比較有比較好的狀況 可是對於一般外食族來講 影響真的不大 而且恐怕都回不去了 物價要下去真的很困難 而且如果物價 真的會下去的話 你知道那代表什麼嗎 那代表大家不消費了 那又是另外一種負面的影響 那事情就大條 好吧 那就是要讓他 加20塊 加50塊錢 不過現在也有人 另外一個事情 事情大條了 現在很多人整個 被小孩逼著要去排隊 搶這個寶可夢機 到現在越演越烈了 我本來以為這個風潮 過一段時間應該就冷卻 結果現在越來越多 然後台北市議員 都跟市政府 還有包括這一些 負責單位就問說 我們不是說這一些機台 賭博性電玩 遊戲機台 必須跟我們的學校 保持至少50公尺 不可以讓同學一出校門 就會開始玩了 可是因為我們的官方定調 說他不是遊戲機台 他就是超市裡面的一個設備 所以他沒有受限 所以我們台北市的寶可夢 有100多處 48處在超商裡面 11處就在學校50公尺以內 學生一出去就去搶 下課就去搶 然後這個早餐也沒有吃 那就錢求不花 就是這個地方 甚至網路上有傳出來 男童因為跟他的同學 其他排隊的小朋友起糾紛 生氣到哪一直準備做事要摔 這麼暴怒 然後還有包括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看到 很多家長壯漢 因為幫小孩搶不過 就鬥毆打架 甚至有這個被嗆說戰績很差 用美工刀去割傷同學 有玩家一個月在機台 花超過破萬 有一些什麼卡 紫星卡 紫色卡 什麼一張卡 動輒就要1000塊 花下來都是破萬 這個風潮大家想說過熱 真的會有問題 去年寶可夢 七龍珠 假面騎士遊戲機台 在台北市 光是在台北市而已 有一整年的營收就有3778萬元 台北市的商業處長告訴大家 他不屬於電動玩具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去查 一規定的話 屬於遊樂設施 才可以是去做這個設置 所以他管理上到底有沒有問題 雖然他不是我們講的遊樂設施 可是他帶來的負面影響 已經遠遠超過了遊樂設施 我們的規範 我們的管理 有沒有與時俱進 但是有一個與世隔絕的 奇葩的新聞來了 亞馬遜有一個非常 原始的部落叫馬魯伯 馬魯伯原本過得非常純樸 打獵捕魚的生活 就如同照片這樣 不過也沒有像我們想的這樣子 就是什麼都露出來 他們已經有一些現代化 穿我們現代人的衣服 因為他這個叢林裡面 本來都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設施 你不可能把網路拉到那邊去 但是就在九個月前 新煉很好心的 透過新煉計畫 給了他們網路 本來是說希望給他們方便 讓他們教育或者知識上面 會大為進展 可是九個月下來發現 他們都在看色情片 全部都不打獵了 也不捕魚了 然後長老們非常非常憂心 這麼班 我們的年輕人 全部都坐在那邊 每個人都在滑手機 看色情片 然後都不打獵 說他們沉迷色情 沉迷社交媒體 變得越來越懶惰 現在只有上午兩個小時 晚上五個小時 即週日要開啟這個網路 限制他們使用網路的時間 所以一樣都是科技帶來的麻煩 這要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講 就是說寶可夢的機台 其實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要知道台北市 經歷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賭博電玩 那時候到處都是賭博電玩 然後很多人真的是玩到傾家蕩產 所以後來就把它分成 賭博電玩不用講 你就是非法的取締就抓 然後再來就是變成說 你是不是遊戲機台 那你是不是電動玩具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台北市的商業處的處長 他講說這個不算電動玩具 可是你想想 這跟我們小時候玩的電動玩具 有什麼不一樣 也是花大錢 也是打架 對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這個真的是 你如果把它當成 就是它不是電動玩具的話 它當然就可以在這裡擺設 如果擺設下去的話 其實會遇到很多很多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去加盟超商 然後就到最後你知道嗎 小朋友拿到錢放學 一定就去搶機台 玩完之後就去罵這些店長 那你們怎麼可以擺這個 沒辦法 你現在來講 你就不是電動玩具 他當然就可以擺這個 那你倒不如回頭去想 你要不要先教小朋友理財 你不能把這些錢 都全部花下去 因為你實際上面的話 如果真的主管機關認定 他不是電動玩具 那他會不會擺 他會擺 他會擺更多 他會擺更多 因為生意好 有人潮 又有錢流 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進去也會怕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禮拜六早上 你想說去買一個蔬果汁來喝 大家排隊的時候 其實那個表情來講的話 大家兇狠的表情就出來了 因為小朋友在玩 有時候小朋友玩 後面的家長排隊的那個 我們是來到哪裡了 你說這個下去來講的話 如果主管機關真的 你不打算去改變他的認定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就是電動玩具 為什麼他不是電動玩具 我也搞不懂 好 那如果真的 你不去改變他的認定的話 那你家長你自己 就要去交小朋友 然後其實對這些來講的話 真的要特別注意 另外來說 與世隔絕的亞馬遜部落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又覺得原來大家都一樣 我們以前 大家都一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 很喜歡看攝錦片 不是 就是說因為以前有時候等人 會覺得無聊 等個15分鐘就覺得很火大 現在也還好 現在滑一滑 但不是看色情的 對 現在滑一滑時間就過了 所以這種短影音 然後臉書 IG這些 真的是會吃掉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對大人來講的話 我們的時間可能比較無所謂 但是對考試來講的話 很多學生 家長 考生的話 真的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真的讓他上癮的話 你到後面真的很難拉回來 那原始部落 你說不給他網路的話 你又本來說要照顧他 他現在把他管制起來這樣合理 他們現在就把他設定了 早上兩個小時 禮拜 然後晚上有五個小時 那禮拜天有全天的開放 只是說這個開下去真的是 網路的世界全球都一樣 擔心他們會有成癮的階段性 可能就是沒有網路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的頹筆這樣子 但是現在國民黨裡面 也開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聞 所以有人傳出來說 韓國瑜打算要跟盧秀燕江啟臣 要結盟 也有人講說韓國瑜要挺周錫維 這是邱明玉的爆料 所以要選黨魁 那這個韓國瑜還講說 昨天深夜 半夜 奇怪他的聲明都是半夜發出來 他說沒有經手或者干涉任何黨務 這些說法通通都是只需烏有 朱立倫今天被問到這些相關的事情 他還說我對不起韓國瑜 同一個時間我們看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韓國瑜是立法院長 通常委員會正式在開會審議的時候 其實他本人是不用去的 但是他今天下午 居然到了內政委員會 去關心我們這一些 防炸的相關的修法 表示他很關心 但是他去其實是沒有發言 而是用行動 用動作來表達他的支持 這些動作有沒有政治的意涵 要請教楊明 我們先講這國民黨主席 因為還早 他是明年 之前也傳出說侯友宜市長 也有意願 包括盧秀燕市長也被點名 可是目前傳出盧秀燕市長 是比較可能用所謂的代理人 就是說未來這個要選黨主席 是願意跟他做合作的 就是說他是可以跟他合作無間 這樣的模式 現在有傳聞 可能跟他合作 互信互搭的可能是誰 其實有很多人 有一個傳言是說 是一位女性的縣市首長 跟他一樣是縣市首長的 但是目前都還在醞釀當中 有這個說法 你這個州長一點就通 我一想都想到他 但是目前都沒有確定 為什麼 因為還早 第一個還早 第二個 其實你說像周習偉 這樣的一個訊息傳出來 我必須講 如果今天周習偉選黨主席 我必須說 他如果沒有韓國瑜的支援的話 他真的沒有那個能量 他應該沒有那個聲量 沒有那個能量 但是如果 為什麼一定要把他跟韓國瑜綁在一起 他才有那個參選的底氣 可是韓國瑜院長你看 他立刻半夜發聲明 他馬上強調 半夜發聲明是火大了吧 因為這個東西他不能開玩笑 有人拿打人的名義 說是你叫他去選的 這個不管今天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他要把嚴正聲明說 我是立法院長 我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沒有介入 所以他把它講清楚就好 這個當然未來這個變數還很多 大家稍安勿躁 但是今天剛剛這個州長講到 韓院長很罕見的 這已經是十幾年來 很罕見第一次有院長到 特定的委員會 就是不是為了去投選招委 而是為了真正的議程在旁邊 就坐在那邊聽 他就坐著 看一看這個委員會運作的狀況 我想最近韓院長 因為他也 教育你也在講 他希望能夠減少 這種所謂的衝突性的法案 都關心民生 而且這個打炸就是 我們現在民眾絕對都很關心詐騙 像黃仁勳 黃仁勳來台灣 多了多少個什麼炒股群組 是黃仁勳的 對不對 這個才是真正的民怨 我想韓院長他的嗅覺非常敏銳 他藉由去 他不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他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是國防外交 所以他到內政委員會 他也只是列席 可是他要用這個動作展現什麼 我對這個法案非常重視 這個法案絕對是這個會起優先法案 而不是之前講的什麼花東或什麼 講的一副好像是他要推這些法案 我想他用行動證明 他要推的優先法案是這個法案 現在包括藍椅裡面 前發言人蕭敬妍他說 他就看來看去 不管是朱立倫要連任 或者是傳聞中的侯友宜 盧秀燕代理人等等 他覺得盧秀燕最有優勢 因為媽媽市長形象非常好 擁有跨過佐水溪以南 擴及全國的充沛的能量 你怎麼看 對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盧秀燕市長如果 黨內都有人希望他自己選 都會有人希望他自己選 但是盧市長 我覺得他有一些考量就是說 他覺得他的性格 也許他去黨中央不適合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因為主席要躺渾水的 不只是躺渾水的問題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現在 現在都笑稱 國民黨主席要幹嘛 要趴那個支票3點半 對 那個光是黨工的薪水 沒有 嘎3點半然後眾人罵 然後對 你還要募集 相關的資金 要怎麼選舉 這個麻煩的事情很多 你看最近講說什麼 智庫要裁員 你動不動就是在得罪人的 其實 所以其實 現在國民黨主席不好做 盧秀燕市長也許他有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但最重要 最關鍵是因為 他還是台中市長 明年國民黨的主席改選 他的任期是到2026年 會跌了一年多 沒錯 所以這不符合他人設 他過去都講說市政優先 如果今天他分心 去做國民黨主席 會不會製造更多的困擾 可能很快就黑掉了 對 所以對他的 如果今天這個黨內要 認為他是未來挑戰 2028的重要人物 反而要保護盧秀燕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就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再見 拜託